在中国的话像类似于我这样的身份和家庭的话 有些时候看不到希望 你就不知道他们随便动一下小指头 我的一切努力可能就会白费 反正好话的维基百科都写着了 坏话我也不会在这说呀 对我来说 中国就是一个代表我 我长大童年有很多美好回忆的一个地方 不同时区不同生命体验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这是歪脑全新制作的podcast节目 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大家好欢迎收听歪脑podcast 你那边几点我是记者泰格 那么这次呢 我们请到了三位很特别的嘉宾 因为今年是六四三十五周年的纪念 他们呢 每个人都跟六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第一位呢 我们请到了方正先生的女儿grace 第二位呢 是普志强先生的儿子 我们叫他铁牛 还有第三位是欧阳毅先生的儿子 欧阳若宇 欢迎三位 三位大家好 请问你们现在的时区是什么 你们现在几点呢 Grace 你好 我在加州 所以我这是Pacific Standard Time 现在是周五下午五点零七 铁牛呢 我在东京 现在是周六的早晨九点零七 若宇 若宇你好 泰格好 还有听众朋友们好 我在洛杉矶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零八分 那看来我们铁牛跟另外两位相隔的就是一个太平洋的时间 好 欢迎大家 那么我们知道今年是六四的三十五周年 随着白纸运动的进行 实际上中国年轻一代的抗争者也在逐渐的浮上台面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故事呢 其实就是一方面想要谈六四 一方面的想要谈六四的第二代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样 在三十五年前可能他们的父辈也是十几二十岁的状况 到了如今呢 六四当年年轻人的第二代呢 如今也已经是二十三十岁的状况了 所以呢 可能一方面我们今天呢过来谈一谈六四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谈一谈我们上一辈的一些经历 好 那么我们不如先从Grace开始聊 Grace你好 你好 可以介绍介绍你的父亲方正吗 因为其实他的状况其实很多听众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但是很少我们从孩子的角度来谈一谈 可以从从你的角度来介绍你的父亲吗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Grace 我今年二十三岁 我住在北加州跟我父母一起 那我父亲来说 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六四这个方面就是 当然我天天记着 尤其是五六月份的时候呢 活动更多呢 我就有更多提醒 但是天天来说他就是我的父亲 他总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他社交很强 他很大方 他做的 吃的非常好吃 然后他非常关心我和我两个小妹妹的生活 他为我们家庭干很多事 对所以那就是我介绍一下我的父亲 嗯好谢谢 那接下来是铁牛的父亲是普志强 可以介绍介绍你和你自己的父亲吗 我 就是也没什么可介绍的呀 我就今年三十我在东京待着 我爸大部分的事情其实维基百科也都写着 然后家里的事情的话 因为他工作比较忙 所以小的时候他不怎么在家也没有太多交流 然后大了以后我就出国了 所以很多都是当年不够的一些交流 现在逐渐在补 反正好话的维基百科都写着了 那坏话我也不会在这说呀 那么铁牛你自己是现在三十岁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我现在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做法务 我学的是法律系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并没有受太多我爸的影响 更多是我自己的因素 因为我是一直是也是觉得就是学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主要是应该是看兴趣吧 所以我是因为想学这个东西要学了 但是学完以后也不想干 但是我又喜欢法律 所以我就找一个跟他菜点边有点关系的事情在做吧 谢谢铁牛 那么第三位呢叫做欧阳若宇 他的父亲呢欧阳义呢 是四川非常著名的和六四有关的一位先生 可能大家都在四川的六四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但是其实呢在之后出现过很多重要的人物和案件呢 某种程度上都跟六四有很重要的关系 若宇你好 由你来介绍一下你和你的父亲 甚至呢可能四川和六四关系非常重要的人物好不好 OK 大家好啊 我是欧阳若宇 我出生在四川 在大陆的时候呢 以前是做实习律师 现在在美国这边 现在是在搞自己的卡车公司 然后我的父亲欧阳义 他对于我来讲 他是一个挺称职的一个父亲 虽然说作为政治犯 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分别的 所以他对我还有我妈妈的陪伴会相当少一点 但是他还是在很努力的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合格的丈夫 然后其实我也刚成为一个丈夫 也很快会成为一个父亲 时常在从他身上学习 然后今天呢 我这边还是五月十七号 然后也很巧 三十五年前的那个五月十七号 刚好就是他成为反贼的第一步 因为那一天 八九年的五月十七号 他当时大学同学的那个穿夺 还有激将之下 带领着他们当时学校的一帮人 出去游行示威了 对刚好就三十五年前到今天 他当时是在小城市 我的故乡就碎林 他当时读的是一个师范的学院 然后带着同学们在学校 还有市里面的街道上面游行 当时跟他一起的一些同学 就受到了很多清算 他当时的那个同学叫欧浩海 激将他去上街那位同学 后来长时间受到清算 然后精神出了一点问题 就长期抑郁症 然后也跟我父亲 还有包括其他一些支持民主的 一些朋友走散了 可以说是 然后很不幸就二十一年的时候 这位他的朋友就自杀了 然后四川的话 其实当时在成都留下的资料比较少 可以知道的是 至少有两位有名有姓的遇难者 他们当时应该是编造了一个打杂 烧那个 而且其中有一位应该可能 当时的一个年轻人 后来被警察抓走打死的 其实他当时可能就是一个路人 其他的话 其实很多人 四川籍的一些艺人是参加过六四的 他们不一定是在四川 但是后来在很多的 其他的一些民运活动中 他们也逐渐的涌现出来 但是实际上他们最开始改变 他们思想改变也是从八九年开始的 对 其实你说到今天是五月十七号 十八号 也是在北京六四的时候的 这个绝食正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再讲讲 Grace的父亲方正先生吧 其实我想知道大家第一次指导六四 是父亲告诉你的吗 我先回答吧 我其实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 可能是我十一十二岁才明白六四的这个重要性 然后我上高中之后就是更长大成熟了一些 我才意识到这个六四的这段历史的沉重 然后我就开始参加更多活动 所以我其实真的不记得 可能更小的时候讲过 但是小孩子我就没再想了 然后我就去玩了还是什么了 对 Grace是大概十来岁的时候 跟父母一起去到的美国 是不是这样 不是 我八岁之前就来到美国 我父母先飞过来的 然后我一个人一个月之后飞过来的 当时的状况你还记得吗 对 我记得我当时没有非常懂 我就知道我要搬到另外一个国家 哦 我还问我的爷爷 我去哪一个美国呀 因为我把美国和美洲搞混了 然后我就记得自己一个人坐飞机 我也没有害怕 然后我走过Customs的时候 有人问我问题 结果我答案是错的 因为本来我父母来的是一个 好像是个Tourist Visa 就是不是带很长时间的一个Visa 但是工作人员问我 我说哦 我父母想让我来这里上学 然后他们一看我们只有六个月的Visa 他说这孩子在说什么呢 但是正好很巧 有一个人一个月之前刚跟我爸和妈谈过 所以他记得 然后他支持我爸 所以他就跟别的人说 哦 你让他这个小女孩过来 所以我爸妈当时跟刘律师在机场 他们急死了 然后我到时候终于出来了 对 这个可能我来帮你补充一点点 可能我从公开的资料了解到的一个状况 对 因为实际上方正先生是最早在89年6月4号清场的最后时刻 他和大学的其他同学走在一起 之后就受到了坦克车的追击 那么在当时他的身边的一位朋友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毒气的导致熏 因为方正先生非常勇敢的把这位女生就救了下来 但是同时他就在坦克的轮子之下被压断了双腿 在这之后 实际上方正先生有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是一直在中国生活 更多时候他是在海南工作 之后他就回到了合肥的老家 大概2001年的时候 如果我数据是对的话 那这个时候Grace也出生了 但是同时方正先生也非常辛苦 他很长时间也不断的受到公安的骚扰 尤其就是在六四之前的那些敏感的时期 方正先生因为他的双腿还是有很长时间的慢性病的影响 所以甲肢也会到磨损的无法使用的情况 所以最终他的朋友是一方面是因为给他以一个修甲肢的这样一个名义 就把他们的一家三口就接到了美国 大概是在2009年的时候 Grace我这样说你看是对吗 对的 其实你有一些detail都比我懂得多 对他当时八九年之后 我不知道他是从几年到几年在海南的 但是在海南遇见了我的母亲 他们到合肥是因为他和我母亲结婚 然后开始start a family 然后生下我 然后我就是在合肥长大的 而且他当时那个女同学不是他朋友 就是一个同学而已 对 明白 谢谢 那我们就相互补充 对 刚刚我们提到今天呢 是17号18号 那就是在北京广场上的学生呢 在当年绝食呢 进行到了大概第五六天的这么一个状况 当年的今天呢 应该是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子 预计在广场上进行的这个阅兵式呢 那就最后呢 就改载了机场 在绝食的这个几千个年轻人当中呢 实际上就有这个铁牛的爸爸 普志强先生 所以铁牛你可以讲一讲 当时你是怎么知道六四的 或者是你知道普志强先生在当时有这样一段经历吗 怎么说呢 因为我父母其实他们当时是没有主动的跟我提 关于六四之间的这些事情呢 他们可能更希望我是可以那个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那个长大吧 这样 所以从小的时候呢 我家每年6月3号晚上会去天安门 但是我问他们为什么 因为当时对于孩子来说 就是其实去那么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广场 他又不是游乐园 其实并没有什么意思嘛 那但是他们就是要带我去 他们就是只是跟我说 这是纪念我父母认识 然后直到有一年 然后后来就没去城 听说是因为我爸给他的几个朋友 然后发了个短信 邀请大家一起去天安门 然后被那个官部门看到 然后之后就都没去城 然后之后才有了那么一件事情 以后才逐渐的跟我说一些当年的事情吧 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岁 应该是在小学 可能算高年级左右 可能三四年级以后吧 应该是 但是当时孩子嘛 因为其实听完了 也那个扭头也就忘了 真正后来开始琢磨这些事情 可能是在初高中以后 反正就当时算是只是埋了个种子吧 但是没有发芽 所以更多的内容也是出来之后 才更多的了解吗 出高中的时候吧 应该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我汉奸嘛 所以说跟班里人关系不是很好 然后自己就一个人开始 就比如说什么学日语啊 然后研究这个研究那个 然后可能看一些这些东西 又刚好又是那个比较反顾的年纪 然后那既然他们那个不喜欢我 那我就拒绝他们 然后我就看一堆会让那个 关闹不高兴的东西这些 所以知道自己的爸爸 曾经在那个时候出现在广场吗 那后来知道的 可能也是初高中以后吧 那也有跟他在聊吗 还是怎么样 偶尔会聊一些 具体呢 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沟通呢 沟通没什么沟通 因为大部分关于我爸的事情 我也是从维基百科 或者他的那些朋友给我讲的 然后有的时候 听到一些好玩的内容 比如说我 然后我会去跟他说一下之类的 比如说那个看见学生代表 像黄泉下跪 然后自己心里特别难受 然后用那个喊话的喇叭 砸自己脑袋呀之类的 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嗯嗯 他当时怎么说 忘了 好吧 对很有意思的是 他有很有意思的故事 也是我从书上看到 也说他因为学生的下跪 生气到拿这个喇叭砸自己的头啊 然后再包括实际上他每一年去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他一直在做的 包括每年他都会打电话给天安门母亲 去跟他们问候 所以铁牛你也知道这些事情吗 就像他打电话给天安门母亲什么的 嗯大致知道一些 但是不是很详细吧 因为在我眼里面 因为这毕竟怎么说呢 这是就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嘛 对吧 和我也没有太大关系 好啊 那我再来问问若鱼好不好 所以若鱼你第一次知道六四是什么时候 也是有跟家里人沟通吗 也没有很刻意的沟通 但是多少会听到一些吧 然后就最早的印象大概也是十一二岁吧 应该是小学五年级 我爸出狱之后 家里面有了一台电脑 然后他也希望我就学习一下 那个电脑的基本操作啊 然后当时应该那时候 应该也已经有那个自由门了吧 那个东西点开就会有很多 关于六四的一些资料 所以最早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印象 所以也会跟父亲或者说身边的朋友 去交流六四吗 其实跟我爸对六四的直接交流还比较少 后来其实作为代表一部分八九的二代吧 就是我们有些时候需要重新了解我们的父亲 因为我爸因为写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会看他的一些文章去了解六四 但是我们直接对谈 关于这个话题的还比较少 这个也是因为是中国的父子关系的状况吗 其实在家里话不多 因为很多时候他其实不在身边嘛 他出狱之后就也不想受困于那种小镇里面 他就出去后来当了包工头去搬砖去了 很长时间里面是一种分离的状态 对这个可能我也要帮若鱼补充一下这样 如果我有错请你执政我 就是也是他的父亲欧阳毅先生 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 这个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呢 曾经呢跟很多人一起发了一个 这个致中共十六大的一个公开信 也是呢提出跟六四有关的很多诉求 就包括这个恢复赵紫阳的人身自由 为六四事件平反 释放良心犯等等的一系列的内容 那么之后呢 他欧阳毅先生呢就也因此被捕 一直呢就被关押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直到2004年才出来 我想若鱼可能谈的就是这一段的状况 是不是 对 对 那实际上我也看到 其实好像确实在六四之后 因为大家的父亲曾经有这样六四的一段经历 甚至之后 无论是这个欧阳毅先生的一些联名信也好 还是大家都知道 普志强先生的一些维权的重要的行动也好 实际上都对第二代 就是铁牛也好 欧阳若宇也好 甚至Grace也好 造成了一些家庭上的分离 或者是一些受到的骚扰 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在这一方面 再给听众讲一讲 你们自己家庭中所受到的这一些困境 这样就是因为若鱼也谈到 欧阳毅先生也曾经是在释放之后 要去讨生活 其实我也知道 好像普志强先生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做律师之前 他是在 好像是在菜市场工作 对 然后像方正先生也是在很早以前 实际上他就除了他是一个残疾症运动员 这样一个身份以外 也在海南 在不断的打工 然后甚至说回到合肥之后 也在不断的打工 不知道在你们小时候 对父母家庭的这一段印象强不强 我爸在菜市场打工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应该 最多可能也就到一岁半吧 我没什么记忆 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只是因为当时是 你就记得当时家里很穷 怎么个穷法 因为我们当时是住在菜市口的 一个亲戚的平房里边 一个胡同里边 所以感觉是就是那种 租不起房那种感觉吧 然后印象里面好像那个地面啊 墙就是有点类似那个毛坯房那种感觉 里面也没什么东西 胡同里的一个平房吗 对 好像是 因为毕竟太小了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当律师 然后小学以后 虽说就是他 因为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 老出差 然后每天可能深夜回家 然后早晨十点十一点钟出门嘛 但当时我是小学的时候 我当时是每天六点半左右去学校 然后晚上晚自习上到八点四十 所以其实就是时间完全错开了嘛 但是虽说 可能如果我是早放学一点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爸为什么每天都不在家 我们缺乏交流 但因为我每天我也在学校待得很晚 所以这点上其实对我没有什么太多影响 那你家会因为你爸爸的这个问题 会受到一些骚扰影响到你吗 影响到我当时没有 后来的话 我被排挤 其实那也更多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我爸怎么样 是因为我在学校里边 我表现的不爱国 所以说他们才来找我 可能算是他的间接原因吧 但不是直接原因 所以你是在学校怎么样被排挤的 因为中国它不像日本 它没有那么多很激烈的那些东西 无非就是一些什么谩骂之类的 然后最多一次也就是把我说 弄到垃圾房吧 你都说了什么东西 就罕奸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罕奸啊小日本啊这些 具体就是这些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 好那另外两位呢 其实我小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的childhood我觉得很完美 因为我爸爸在海南打工穷的时候 是生我之前 就生我的时候已经回合肥了嘛 我就跟我的爷爷奶奶 就是我爸爸的父亲和母亲 经常在一起去合肥的一个小学 我没有觉得很穷啊什么的 我觉得生活很好 可能是因为我爷爷奶奶 他们有退休金啊什么的 还有爸爸妈妈也打工 然后我也不记得有什么骚扰什么的 我记得我爷爷让我不要谈老爸 为什么他是残疾人的这个事情 但是我小时候我也没多想 对但是现在想回去呢 可能是我爷爷想保护我们 或者不想让我太小就想太多 然后来美国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骚扰啊 没有什么问题 对但是就是可能我父亲得到 Political Asylum之后 那才好多了 那就清贫了 可能得到Political Asylum之前 就是政治庇护之前呢 还身份还没有定下的时候呢 可能父母有点担忧 但是我也想我也不记得 我忘了是18年还是19年得到美国公民的 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妈前几个月刚过美国公民 所以我们现在全家就是很安定了 但是我记得我好像是2019年 我的爷爷去世的时候 我和我的父亲想回中国去他的Funeral 但是因为我爸爸的这个历史 他的Visa就是没有过 就是无缘无故地被denay了 那当时我就突然 因为那是一个incidence 我觉得我父亲的这个历史 直接就是impact我们 因为我爷爷对我很重要 然后我爷爷是我父亲的父亲 所以对他非常重要 但是没有办法回去 我回过中国两次 但是我爸爸来到美国之后就回去不了 所以我觉得那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影响 对 确实是这样 就是其实在当下 确实很多六四之后的流亡者 最大的伤痛可能就在于父母的去世 而没有办法回去奔丧的这样一个难关 甚至像历史学家吴仁华先生也是 他出来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中 然后看望自己的家人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伤痛 那若宇再讲讲吧 因为今天刚刚好 其实铁牛跟若宇两位的父亲 就仍然坚持留在中国的国内 所以若宇不如你讲讲你的父亲这边 OK 先讲一下他出去讨生活吧 要讲我爸的话 也必须要跟这瑞林的其他一些叔叔讲 比如说刘贤斌叔叔 他跟我爸是高中同学 一直是属于自由的 就像亲兄弟一样 然后其实我爸一直是比较内向那种 贤斌叔他当时是人大的 89年的时候 他后来因为就是在89的时候 贴了那个大字报 后来被识别出了他一个字迹 然后被关了几年 出去之后他也参与北京那边的一些 民运的主党的一些活动 包括还有98年的那个民主党的主党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爸的角色呢 就相当于是他的一个辅助 一个后勤 他就出去串联 比如说就是有很多89之后的一些 很多被钱回原籍了嘛 就到处串联 然后这些都需要资金 然后就在我可能刚满月的时候 为了给贤斌叔提供一些资金 让他好活动 然后他就提心留职 然后去成都去卖皮鞋 去核花池 不过那一次的比较失败 其实也没赚到什么钱 反倒亏了当时的一两千元 后来到了很晚才还清那部分 然后第二次他出去讨生活 就是他出狱之后 过了两三年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因为我爸还是属于那种 自力自强一点的性格 而且出狱之后 他也不希望就困在那个小地方 那种环境也特别的逼绝 而且周围到处是那种 很无知的那种人 让他生活在那种环境当中 也很痛苦 所以他才决定 有一个机会就去当包工头 然后他去了 然后逐渐改善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然后也可以帮到一些其他的朋友 下面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家受到骚扰 当然都是八九之后的事情 最开始的话 我印象中最早的一件事 是国宝来我们家抄家 那可能也就四五岁吧 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早的 记忆碎片之一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爸很喜欢带我去拍照片 就我小的时候 比如说领了什么大红花 小红花 还生日什么的 然后有一天 我幼儿园放学回家 就看着有人举着相机 在我们家里面 然后我爸坐在那个板凳上 那个人在跟他拍照 然后我就出于当时的 那个很天真的想法 然后我就靠在我爸身边 像往常一样要跟他合照 但是那一次呢 我爸就把我往旁边推 然后我一抬头看他 脸色铁青 然后随后的印象就是 家里面就翻得很乱 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 实际上是抄家之后 他们要给他拍照 然后借此来羞辱他 对 然后后来呢 因为我爸跟我妈妈 都是中学教师 后来因为他组织学生游行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教师 就是反对当地那个 学校的乱收费 后来就被排挤 再加上他98年阻挡 还有就是89学运的那些历史 然后就把我们调到一个 远离家乡的一个 很偏远的小镇上面 然后那个地方 90%的那个老师都是共产党员 在那个地方 大家都是那个教师 然后同时也都是邻居 然后我会感觉到 就是其他的邻居老师们 对别的小朋友 通常是教师子女的小朋友 跟对我那个 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就对我比较冷淡 甚至厌烦之类的 比如说如果有 其他的教师子女的小朋友 如果被别的同学欺负的话 一般其他的老师都会制止 因为毕竟也是邻居的小孩 可能大家都是 甚至父母也是朋友之类的 我就记得很清楚 就有一次我被同学在地上胖揍 然后刚好有旁边一个邻居路过 然后我请他帮忙 结果他就撇了我一眼 然后就直接走开了 因为我们家被调过去之前 当地的教育局 其实也专门开了会 让那些老师 要跟我们保持距离 还有就是我们家的信件 收发室人也是一个退休的教师 然后他发现了我们家的 一些比较敏感的 我记得当时以前有台湾寄来的 一本杂志给我爸的 然后那个人就会去 举报到当地的派出所 再接下来的话 在我爸被拘留之后 判刑的时候 当时返学校的老师 教育局都知道了 然后有一次我的数学老师 我的班主任 跟我妈妈是在同一个办公室 有一天他趁我妈妈不在 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然后大概就是要告诉我 我爸是一个坏人 让我承认他有罪 希望我不要跟我爸一样 对就这样就很恶心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哪怕那个时候你很小 其实这些东西已经都 都深深地记在你的脑子里了 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些经历 对你之后有很大的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会给人一种 你要比别人低下低一等的这种感觉 所以造成我在小时候在一定时间内 其实比较自卑 包括我向别人寻求帮助 也得不到回应 所以对这些都会给我留下一个挺深的一个印记 就不会对别人的给予有任何的期望 这样 那个时候欧阳毅先生曾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都是在狱中度过 那实际上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 你有没有去看他 或者说周围的人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 有 还是看过他几次 毕竟还是比较远 而且实际上对于其他的一些艺人史来讲 其实两年也不算太长 但是其实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 其实两年还是很漫长的了 然后坏一点的影响呢 就比如说第一次刚才说的会有点自卑 然后第二对一个小朋友来讲 就是跟其他小朋友起冲突的时候会很吃亏 第一我小时候是那种不能骂脏话 就不能骂得太脏的 然后一旦跟人家吵架 然后人家说你一个劳改犯的儿子 然后自己就泄气了 所以这一点很吃亏 所以其实周边的孩子都知道你的父亲 正在监狱里面 对都知道 然后好一点的话 其实当时我爸 还是有很多朋友的关注 然后时不时的会收到他们的来信 然后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打电话 然后有些时候电话就会我接到 然后电话里面那些叔叔 他就告诉我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 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当然也还有一些 那时候也有些朋友会寄些钱过来 也给我们加一些支持 对很感谢这些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的妈妈有没有在跟你说什么 就也很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普志强先生也应该是在铁牛大概高中之后了 是不是 已经是出来日本之后才 他被抓 他被抓是在14年 他在我进了大学以后 这个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有 怎么说呢 他进去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 至少是无意之间可能有影响 但是主观上似乎是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其实当时我是知道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而且再加上按照我的逻辑来说 就是比如当年的六四年轻人 有些时候他们考虑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或是什么 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另说 但是当时的我爸的话 他理应就是很明确的知道 就是自己行为的风险 所以说在此之上 然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他自己判断 他对他接受了一个风险 他愿意做 那其实他被抓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就是中国的这个法律 他是否合法合理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 但是从法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 这其实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没有想太多 只是后来就是他有无数他的朋友 和自称他的朋友的人来我这里打卡 那个可能给我有了不少心理压力吧 当然他们肯定也都是好意 可是因为次数太多了 每人一次加在一起次数太多的话 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吧 这种压力是具体是怎么说 没有就是都很热情嘛 然后过来说那个你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随时跟我们说怎么样 那都是也很不容易 但是其实在我的主观上来说 就是我本身其实我应该是很容易的 然后但是每一个人都预设一个 我很不容易 我压力很大的这么一个立场 然后跟我说话 然后导致结果上似乎就好像不太容易了 而且还有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跟以前的经历也有关吧 就是我对就是自己可能正在被同情这件事情 我非常敏感 这个我不太受得了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应该对我影响不大 但是结果上就是过了那几年以后 相当于我性格转变的很大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不知不觉间 应该还是有不少影响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转变 以前就什么都不懂嘛 熊孩子呀 就是该玩玩该吃吃该乐乐的 然后那之后相当于整个人 应该算是就是消极了很多吧 反正就是编辑感变得更强 然后对于就是自己和别人 这些事历得更轻 基本上就是干什么事情都先习惯于 就是先去考虑最坏结果的吧 当然这也让我那个躲开了很多麻烦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 然后我爸后来被边控 或者是医院事情 什么事情被旅游 其实这些都是发生到我到日本以后的事情了嘛 所以说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应该会有很大影响 尤其对他的事业 那因为他做不了律师了嘛 他现在只能在后排发号施令 但是他离开了第一线 所以说有现在已经有些人 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对他来说是造成了一点影响 但是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我已经在日本了嘛 所以其实我也想多了解一些你是从高中之后去到的日本 那实际上对你来说你的成长跟你父亲的联系 在这些年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没什么 因为到了日本以后 其实说白了就是怎么说 沟通的机会并没有和之前相比多了很多 所以其实还是差不多 所以反而你作为儿子也是很少跟父亲去 对我们之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心招不宣的这么一种感觉吧 因为都不怎么也不怎么说话 但是其实就是随便那个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话也都懂 Grace呢 你作为女儿跟爸爸的交流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尤其是关于政治类的东西 对我我们家里现在不常谈论政治 那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这样更好 因为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 我开始自学各种各样问题 当时我当然没有很成熟 所以没有特别明白 但是我经常跟我的父母争论来debay 还有argue什么的 因为我当时和我父母很多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毕竟是另外一个时代长大的 而且成长环境也跟我很不一样 所以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 然后呢我上大学之后 我就觉得不喜欢把精力花在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我想跟他们有保持好的关系 而且我想尊重他们 而且也想尊重我自己的时间 而且对他们非常感激 因为他们是好父母 所以虽然有很多不一样的 有很多差异 那我觉得那我就什么都不说 或者我就让他们说 我就嗯嗯 然后我就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上 对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当女儿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其实蛮好的 可能高中的时候有一些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就是有一些苛刻什么的 hiccups什么的 因为当时我觉得 哎呀你们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 这么大压力什么的 但是我上大学之后 我就对他们非常感激 觉得尤其是当中国孩子 跟父母交通不太流畅 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我觉得很多 大多数的中国人 父母什么的都是 不是特别 就距离稍微远一点的那种 但是越来越长大了 那就越来越想跟他们聊 对想跟他们有好关系 但是我发现一个 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有两个小妹妹 他们比我小多了 他们现在才12岁和10岁 我父母跟他们是 有很好玩的关系 跟我小时候 我觉得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小时候我比较乖 然后我就记得 哎呀我爸妈给我压力太大了 其实他们没有给我太多压力 我就是每个 很多小孩就这样想法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 他们也年纪大一点了呢 我的妹妹就更野一点 就是不太管他们了 所以比较好玩 现在我们觉得 我们的家庭有很好的关系 嗯好好 可能也是因为 他们之前的环境也有变化 那然后你也是因为第一个 可能确实有很多教育方法 它都不一样吧 所以刚刚你说 就你在高中的时候 跟他们也会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政治观点的争论 可以详细讲一讲吗 可以 就是比如说 我是一个年轻人 而且我是在美国长大的 所以尤其是在加州长大的 所以我们观点上不同的这种想法 就是比如说 女权主义 酷儿群主义和什么政治歧视啊 什么的这种 关于美国政治问题的这些 很不同 他们可能就是更比较传统 因为他们是上一代 对 嗯 哦 所以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这个 更倾向于feminism这一边 但是他们可能需要时间去了解这样 对 但是我也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 我父母当然是很好的人 他们有自己的观点 他们没有人 不可能会跟我完全什么同意啊 什么的 但是那也没关系 我们都是大人 我们可以互相尊重自己的观点 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你 你一家三个人已经全都有投票权了 那之后的投票意向 或者说这个 对美国未来的这个走向 你们也会谈吗 还是大家就是各投各的票这样 啊 我上高中的时候 只有我和我爸变成了公民 可以投票 我妈是今年二月份才得公民的 对我们过这几年以内会谈一下 但是 不会争论 因为我就可能说几句 或者我就说 哎 我觉得你这想的不对 我因为我觉得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然后就不说了 就不想花太多时间那样说 然后投票呢 就自己投 然后我妈现在可以投票了 那她也是自己投 嗯 对 然后这个日本那边铁牛 我知道也马上就要成为日本公民了 那你在这个转变上 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说 未来人生的这一票 你会觉得很重视吗 就很特别吗 跟以前 嗯 这个和日本国籍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你有投票权了 嗯 它会让我多一百多个国家可以免签 然后投票的话就 其实一票也解决 改变不了什么 那反正就是既然有选票 那就去投 嗯 嗯 其实我对日本的政治 没有抱太多的希望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是那个 我从别人那里偷过来的 就是很很大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日本的这个民主政治 是从是美国人送给他们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日本人他们没有为此那个斗争过 所以说他们不太懂得珍惜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对日本的政府 其实不是抱太多希望 但是再怎么说肯定比中国好 所以说其实我还是很安于现状的 嗯 所以这样一个民主社会 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嗯 不同和中国相比的不同 那就可以活得像一个人啊 基本就是这样 肯定每个国家都有好的地方 和不好的地方 但是至少和中国相比就是 我想要躲避的一些东西 在日本是没有的 而日本肯定有他的问题 但是他的问题可能刚刚好 他对我造成不了影响 所以说我会在这个地方 会活得很舒服 嗯嗯嗯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 我就想丢给若宇啊 因为铁牛说活得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知道昨天跟若宇聊呢 若宇之前是在国内呢 是当这个律师的这样一个职业 那么去到美国呢 现在的工作呢 就是火车司机还是火车老板 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的 这样一个新的经历嘛 甚至说知道你去到美国之后呢 结婚 然后呢 现在马上就要做爸爸了 所以你的整个生活 有没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 我的理解就是 希望有未来 我虽然性质比较慢 然后做很多事情都会比较慢一点 但是我可以在美国慢慢来 可以看到希望 因为当时其实还没有正式拿到那个律师执照 当时我过了那个司法考试 然后申请了律师实习 然后正常的话实习一年 就可以拿到正式的律师执照 但当时做到七个月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的指导律师 介入了四川另一位义人士 他也是我的前姨父 我爸的朋友叫陈斌 他当时因为那个六四九案 被判了几年 然后当时我的指导律师 就是他的辩护人 再加上他跟我们家的关系 所以当时受到司法局的打压 就让我必须要离开那个律所 当时就只息到七个月就终止了 所以人生的一个小目标 就又得重新开始 在中国的话像我这种 类似于我这样的身份和家庭的话 就有些时候看不到希望 你就不知道他们随便动一下小指头 我的一切努力可能就会白费 包括当时我在从被律所赶出来之后 然后我又准备 我在学德语 然后准备德国留学 但是我已经在申请了 德国的留学签了 他们一个电话就威胁 我爸如果不听他们话的话 就会把我边控 然后我的努力又白费了 我又得重新计划 然后我当时就放弃了德国的留学签证的申请 转而拿了旅游签就来了美国 来了美国之后呢 除了生活看得到希望 然后也很幸运地遇到我的太太 就感觉我的人生 就从小时候那种比较阴郁的状态 就感觉看到了曙光一样 这对我这种长期政治抑郁的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改观 对然后过来之后 有很多朋友就会劝我 就说去读过法学院 但是因为在国内的那种遭遇 有一点PTSD吧 对于法学 对于做律师的东西 包括我还有我自身那个性格的原因 我其实就不太愿意 继续做律师了 而且其实当时选择法学的专业的话 其实也有一点 我父亲那种他比较渴求法治啊 或者更深层次一点 他需要 希望得到平反啊 的那种投射在里面 但在这边来的话 其实那种 如果你想作为人权历史 其实你在美国的话 也没什么好做的 其实我觉得 至少对于我来讲 对这就是我在这边的感受 然后当然作为卡车司机来讲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 他是一个 也许会给人一种 没什么文化 然后都是一种 很从事体力劳动的一种东西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很浪漫的东西 可以看到很多美国的美丽的风景 这方面的收获也是挺大的 对 偶尔我会看到你在这个推特上 分享自己这个卡车司机的生活啊 发一些照片啊 今天风景不错 然后就对着窗外去拍一张 所以其实我知道你还是持续在关注国内的 包括维权的状况啊 然后民众的状况 其实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抖音的时候 会经常看很多这个卡车司机啊 卡扫啊 分享自己的这开车的经历啊 然后甚至说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 曾经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卡车司机 从一个城市穿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 去受了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可能甚至说要在车里面解决这个吃喝拉萨所有的状况 其实你作为卡车司机之后 你对于中国的卡车司机会不会多一些的理解啊 或者说多一些的思考 我觉得很难从美国的这种来理解他们 当然有些方面是相通的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话 就跟在国内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因为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好了 尽量安全尽量合法的去驾驶这车辆 但是你在国内的话就要受到很多的盘剥 所以我觉得这很难去比较 作为卡车司机 你的这个觉得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我知道你刚刚喜提了一辆自己的车啊 那这样的话是你是有了自己的公司吗 还是还是怎么样 对我先是有了自己的公司 然后有了我的第一台车 这其实确实是门槛比较低的一个 但是如果能慢慢的做下去的话 就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我希望就是小目标10台车50台车这样 然后当然可以带来一个可观的收入 然后同时也可以给其他人一些帮助 因为刚来的时候 不知道美帝的水深火热 我当初给一些朋友 就人到中国那边 他们当时在我爸去做包工头的时候 给了他一笔无锡贷款 这个我爸也还了 那个解决了他当时的一个燃眉之急 然后其实我也希望一直给人到中国一些回报 我每年都会捐一些钱 但离我当初立下的一个目标来讲 还差得比较远 所以希望我能自己越做越好 然后也能给其他朋友越来越的帮助 也给其他帮过我们的组织机构 给他们一些回报 真的非常感谢这种状况 好像看到好像你家之前的状况 就是你父亲一直在帮其他的朋友 在努力工作去协助他们的一些 在国内进行的民主运动 那这个时候也是到了你做出回报的这么一个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种往来的一种状态 对 其实当时对于我来讲 当时我妈妈的工作也比较固定 其实这个对政治犯的家属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跟有其他朋友的一些帮助 但其实我们生活还过得去 但是对于我当时一个小朋友来讲 其实当时很多海外的朋友的关心 慰问他们记得心 他们打的电话 那个是对我个人来讲帮助最重要的 所以我也希望我能给 包括现在也有一些 包括也有政治犯的小孩在国内的 他们也有很多是需要帮助的 所以我有些时候也会尽我一点微薄的力量 尽量会帮助一点点 所以其实我也看到 无论是铁牛也好 若鱼也好 在包括Grace 你们三个人其实都已经是在 身处海外的第二代了 那实际上在白纸运动发生的当下 你们应该也都不在国内 那其实你们在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参与 然后你们对这一代的白纸运动的年轻人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白纸运动的时候 当时在新宿南口 他聚集了很多人 那感觉就是很正常 经常在说的就是年轻人有热情 但是启发独乘经验 比方说因为他们当时喊口号的时候 他们喊出了人民万岁 但是他们不知道人民在中文语境下是什么意思 他们喊出了革命无罪遭反有理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历史上 给多少人带来的多大的创伤 当然这都是因为他们年轻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 反正给我是这种感觉吧 因为对于我来说 就是日本的这些活动 我基本都会去 但是我都是作为旁观者 我从来不参加 因为对于我来说 中国已经是个和我没有关系的事情了 就是以后中国的未来的话 要靠近在乎中国的人 他们去努力去改变 然后我不在乎 所以说就是我只是在旁边见证一下 就是这个事情 他们最终会走到什么 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不会参与 就是事成以后 我也不会去分一杯羹这样 反正年轻人慢慢来吧 反正他们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做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当然他们有多少人真的会去 当然说把他口号谁都能喊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认识到 自己家里真的有一头牛的话 他们是否还敢这么做 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至少他们现在能把声音喊出来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铁牛虽然30好像这个已经很老成了 这个状态 另外两位有没有什么回应 或讲讲自己的经历 我对白纸运动不太了解 我当时没有特别关注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图片和一些新闻什么的 但是我不太了解 所以我没法speak on it 其实我对这个集的参与比较少 当时会加过一两次在洛杉矶那边的游行和聚会 但其实我太太是在国内参与过 他在他的故乡湖南那边跟当地的几个朋友 一起去他们那边一个公园里面举了白纸 但他们都被那个国宝找了 其实他当时是一种很政治抑郁的状态下去参与这个的 但参与这个白纸运动的人很多 所以得慢慢观察吧 其实最近比如说最近推上的夏朝川 我觉得他太棒了 但其中参加过白纸运动的人里面 当中肯定也会有奇奇怪怪的人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 其实当年参加八九的人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希望真正关心中国未来的人 他们能坚持下去吧 包括像我们的一些父辈一样 其实八九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 他们后来包括后续的主党 后续的维权 还有比如说零八宪章之类的 其实很多人其实只是从那个时候 八九的时候开始 但他们没有就此停下脚步 我也希望今天参加白纸运动的这群朋友们能够一起继续坚持下去吧 对 所以其实我想问三位的是 其实在35年过后 当你们回看自己父辈在当时做出的那些努力 做出的那些选择 甚至说是在这35年间在不断的进行的这些努力 你们会和自己的父辈做 如果是相同状况的话 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首先有一个前提是 我是不是带着我现在的人格回到那个时代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直接出国 当然就是在当时那个时间下 因为首先还有一点是因为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 当年没有网子 我没有手机 什么都没有 他们能接触到外界的那些消息 基本上只能依靠就是学校 已经碰到那几本书嘛 所以说某种意义上 当年大学生的支持量可能不如现在的初中生 所以他们是在他们的那个结果眼上 做出了他们认为期待值最高的事情 只是碰巧这个东西 它可能结果上不是很好 所以有问题的是共产党不是他们 他们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也不要忽略到八十年代 他们的中国整体的这种开放 和接收海外世界的一些这个理论内容的 信息的这个能力 可能有局限性 但是是不是像初中生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毕竟大学生他们对于他们学的专业的研究程度 肯定会比现在好 但是毕竟什么网什么的都没有现在普及 他们会接受到一些 但是不会很多 当然我说的这个现在初中生不是说中国的初中生 因为说白了中国的初中生什么的 他们能接受到的一些消息 全都是被中共筛选过的 我说的就是在一个理想情况下 但至少感觉得到 你跟当年你的父亲对比的话 你的整个人是冷静 或者说沉静的很多 不像好像普世强先生是更热血一些的状态 这个也不是说谁也没有了对错 其实我觉得他那样挺好的 没有他当时的热情 他也不会有我今天的冷静 因为说白了上一代的 就是网上看到的消息 也就是网上看到的 但是自己上一代的东西 在亲身经历的事情的话 那个就算可能我们子女被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他毕竟是也算半个亲身经历 另外两位呢 我不确定 我觉得这种问题我们是想不出来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假设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当时我爸爸他自己也可能没有会想过会那样发生 他只是做了他当时认为正确的事 他就是当时有一个突然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就react 他来保护这个另外一个人 当然没有想到可能他参与六四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如果是一样的情况的话 那我也希望我能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其实这个也很难说 因为参加过八九的人 每一个人后来承受的东西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会不会上街的话 我觉得因为在白纸运动期间 我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会很羡慕在国内的朋友 就是他们能够走上街头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会质问自己 如果我还在国内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上去 一般的参与我想也许会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 我要承受比如说三到五年的必然的一个坐牢的结果的话 也许我会退休 对刚刚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感觉是 其实三位都已离开了中国 那Grace应该已经是基本上更多的mentality 都是以一个美国公民的方式来思考 也许铁牛的话 在之前也谈到自己应该对中国的这种疏离感也非常非常的强了 所以我很想知道 就是如今的中国对当下的你们来说 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你们怎么在现在的身份去回看此时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呀 现在的中国的话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国家 我只希望它不要搞出什么太大幺蛾子 然后影响全国经济就行 某种意义上就是换种说法 就是只要我手里的股票不跌 我管它洪水滔天 那至少你目前的爸爸妈妈还在国内的话 你会怎么 他们是作为成年人 他们自己选择留在中国的 所以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替他们做主 就是他们这样 如果他们觉得这么让他们高兴的话 那我也只能尊重 反正都是如果哪天要 他们要是不想待了想出来的话 那到时候反正尽可能想办法吧 只要是这样 那到时候这个中国的一系列的手续 他们有没有可能出境的这些问题 你还是你还是脱不开 会有这种风险 但这同样是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需要考虑或者理应考虑我的事 所以这个也不是我可以去干涉的 另外两位呢 对我来说 中国就是一个代表我 我长大童年有很多美好回忆的一个地方 我想继续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代的各种社会问题 而且我希望能不久之后回去看一下 我在中国的亲戚 对我不知道这会不回答你的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你十岁之前也是由这个爷爷奶奶帮忙带大 那爷爷已经去世了 不知道其他的亲戚还有对他们的印象吗 有我所有的其他的家庭都还在中国 对除了我妈妈的妈妈现在在美国 对若宇呢 尤其是你马上就要有下一代了 可能考虑会不会更多 我的下一代就跟中国 可能我就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期待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看我的父辈像我说我爸 贤兵书 陈兵书 我看到他们一直是相互支持 他们在对抗中国的原子化的一个努力 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个社群 其实这年轻一代的很多反贼当中 其实也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虽然到了美国 但是我仍视自己为这个社群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的未来还是跟我相关的 这是我目前是放不开的 对我还是有那么多在乎 在乎我 我也在乎的人 包括哪怕我跟他们不相识 那些受压迫的为人 藏人 看在这个份上 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尽早的实现民主和自由 好 那么到现在我们四个人已经聊了一个半小时 和在美国西部的Grace 和在也在美国的欧阳若宇 还有在日本的铁牛三个人 聊了很多关于六四 但是更多也是关于家庭 关于自己的内容 非常感谢三位和我和听众 分享自己的和家中的故事 我觉得这些细节是 我们以前在谈六四那些更大叙述之中 很缺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那么我在此感谢三位 希望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呢 还继续共同努力 那今天Vinon Podcast 你那边几点就到这里 好 谢谢各位 请大家告诉我现在你那边几点 现在南加州是六点半 星期五 东京时间是五月十八号周六 上午十点三十二 大家好 我在洛杉矶 现在是五月十七号 六点三十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 跟我们分享的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